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了 美國海軍精英海豹部隊第六小隊 物料防止中共清台已經秘密受訓一年多 而海豹部隊是美國海軍最精銳的部隊 主要是進行全球反攻任務 那曾經在2011年 擊斃了恐怖組織的首腦兵拉登 專家就分析了 海豹部隊秘密受訓 可以對中國造成有效的嚇阻 台美軍稅交流也持續的強化 總統賴清德今天出席三軍士官新生開學典禮 就強調提升國防實力的重要性 要來應對中國威脅 實行三民主義 實行三民主義 捍衛國家 捍衛國家 宋讀軍人讀訓 總統賴清德首都主持三軍士官新生開學典禮 給予新生三點勉勵 士官是部隊的骨幹 也是軍隊維持戰力最重要的基礎 各位同學 即將邁入人生的新階段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夠超越自己一點 共同用堅強的實力來展現 只要有國軍在 安全就會在 提振士期內總統展現對國軍基層主幹事關的重視 這些年來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不曾停止 我們要持續強化國防實力 跟民主國家攜手合作 肩並肩發揮克制力量 面對中國文攻武嚇除了強化自我防衛實力 台美軍事合作也不斷深化 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海軍精英海豹部隊第六小隊 近一年來在維吉尼亞州秘密授訓 以防中共犯台將出動協助台灣 台灣跟美軍的這個協訓 其實越來越就是廣泛 而且深入 海豹六隊作為美國頂尖的特種部隊 而且是公式型的 所以它訓練強度非常之高 有所謂魔鬼訓練支撐 它也會在考量不同的戰區需求 會有嚴格的這個語言訓練 美國海豹特種部隊是美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 與美國陸軍三角洲部隊齊名 主要任務是蒐集情報 進行全球反恐行動 最著名的任務是在2011年5月 擊斃蓋達組織首腦兵拉登 海豹部隊可以說是美國特種部隊裡面 具有共識性的一個角色 這也反映出美軍展現出這種 全軍破敵的態勢 民主國家同盟加大對中國 嚇阻力道維護印太地區和平穩定 記者簡鴻兄旅行 蕭任生台北高雄綜合報導